上班 下不完的班 上班 下不完的班 上班 這檔是 上班 下不完的班 各位愛吃乳蛋 可不可以 茶葉蛋 就是不想被罵笨蛋的上班族們 今天發生什麼事 上班的 campus 今天合理好 聊什麼呢 我不要成為職場上的 大笨蛋 其實今天要錄這一集 我昨天晚上就緊張 不會緊張 拉肚子 真的很怕被人家骂笨蛋 你是觉得恶魔要来还是 我要拉肚子 很有机会被骂笨蛋 压力好大 对哦 因为你自己是老师 应该也没有人敢骂你笨蛋 其实老师 然后当了二十几年的老板 比较少有机会听到 很怕今天就过 我觉得你一辈子 应该都没有被骂过 你看北一女 台大 现在自己当老师又是老板 谁敢骂你 可是我觉得我今天 即使被骂笨蛋 我就会觉得很爽 我跟你讲 今天 这位来宾 这位大师 打我骂我 我都可以跟他说谢谢 因为未来的机会也不多了 我一直说 后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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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得的能够这样 千起万起 马起来我们集合怒 是的 今天要正宗的欢迎我们的大师 我们要欢迎 全台湾最有资格骂别人笨蛋的 李敖先生 李大师 整身不再热烈 加油 青青 注意 再上一轮 完顿 到 那我们李大师这个你笨蛋 这个你笨蛋 笨蛋是指谁 笨蛋是指 只看日本书而不跟买的人 那买了你的送以后 就不是笨蛋了吗 笨蛋的程度会减低 那我想问一下大师 你这辈子有被骂过笨蛋过吗 应该没有人敢骂你笨蛋吧 没人敢 因为他骂了我以后的我会 告他 小屁我都知道 得罪了我以后很麻烦 因为我会没完没了 很像得罪了犹太人一样 其实我真的比较好奇是养生之道 您刚节目之前就跟我们说 您的这个已经76岁 可是您看起来只有56岁 哇塞 吃得真好 吃得真好 吃得真是精神那么好 因为骂人也要有力气啊 是不是为了留自顾元气 然后可以骂人 我有很多秘诀 其中一个秘诀告诉你们 我少吃一顿饭 夜里不吃饭 晚上不吃吗 我那现在还没有吃午饭 我那午饭都是三点钟才吃 是经济状况有问题 不是不是 养生养生了 每天是这样子一个生活 养生就是少吃一顿饭 对身体特别保养 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 我也是重要的 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活过我的敌人 他要撑着这个 这股元气来对付你 如果说敌人多的话 现在 底下是有多少条案子 还没有结束 被告比较少了 自从我告了立法委员 214个立法委员以外 我在立法院 有215个人 我告了214个 我都能告我自己啊 不管党派 不管颜色你都告 真的被告 那这种心情是怎么样 那一次的被告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很快乐 淡季被告缺货 一次被我抓到了 214个 好爽 可是我觉得李奥大师 好像还是有他的那个 赵门 听说您对美女下手特别轻 像小S你就放过他 所以我们今天前两排都排美女 我发过小S 结果有一个人在报上发消息 这个人叫黑人 哦 哦 我有吗 我解决来了 被解决了 我有吗 你说你不要不要为难小S 对 好意了 因为像上班族常常被骂笨蛋啊 那大师对笨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咦 买不买这本书 所以他们买了就可以升等就对了 为什么 这本书就是治疗笨蛋专书就对了 我觉得上班族啊 应该常常会碰到这两个字 曾经被骂过笨蛋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谨慎 唯一因为我做成因已经是七八年了 那我唯一被骂笨蛋就是 有一次那个立委选举的时候 我们知道李奥大哥有选过立委嘛 那一定会会做一些团体的背心 那背心上面不是有号码吗 对 那我刚入行的时候呢 我们老板就交代我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他对方传承过来的时候 他的号码是三号 就好像传承过来有点太模糊了 结果我帮他定做变二号 结果 哇这很严重啊 那个量是几件 差不多七八千件 就是他们要竞选立委的时候 我的天哪 你有时候还是说你重做你时效可能来不及了 可是像我那么聪明的人我就找一个不叫补救方法 所以我帮一下线 没有我就补救 补救我笨蛋那个不足的地方 我就做一个贴纸 就那贴纸把它贴在上面 本来是二号吗 我把它盖上去 把它盖上去 后来那个当选了吗 没有当选 就你处的一头 等一下三号变二号 小红你也骂过笨蛋吗 有啊有骂过 因为你脸就蛮笨的感觉 我很聪明的 可爱可爱 就是我们电子业 我是做那个风扇 就是装在电脑里那种 那种风扇有马达 它有一个很小的零件 是防止它的马达油流出来 可是它很小的零件常常会被忽略 所以我就那时候又很想睡觉 我就忘了装那一小块 真的很小 小到要用铁去吸它 因为太小的时候拿不起来 我就忘了装 他们在测试的时候 那个转的那个东西就 因为漏油就整个就炸掉 就坏掉 那一整批 因为我没装那一小 那个零件 所以就整个就化掉 对 那整条生产线那些都不及格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那一批的风扇 就整个都不能用 老板就骂我 你是废物吗 因为我们还有分 大废物跟小废物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还是大废物 他就说你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才能生成小废物呢 你怎么会这么笨 这个都不会装你 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 你当下有哭或者难过吗 我当下就愣住 可是那时候 我还是很想睡觉 我就 我也没有意识到到底它多严重 碰到你这种圆光很麻烦 可是我觉得这样 不要脸嘛 还在睡觉 刚好我是乐观 这样才不会当场哭 对啊 好 那爱丽丝呢 你有被骂过吗 我蛮少的 她看起来是很精明 因为她交男朋友 她要叫男朋友先简报 一个小时给她听 然后她才考虑要不要交往 对就是我们应该跟人家讲话 刚刚立刻 像李遥大师你这么忙 我相信你应该有很多时间 跟人家聊聊天 所以像我要跟你讲话 我应该是要立刻的切入重点这样子 是不是呢 对对 你同不同意 我就是觉得男朋友要 对 对 我昨天被攻击耶 对我被攻击 然后我就觉得 我很忙 那你要这么多人在排队 那你是不是要很快 好我就给你一页PPT 好 那通通一页PPT 可能只报一分钟 但是没关系 我给你十分钟 那你赶快就是说 你有没有什么亮点 那没有的话 当然就是 下一位谢谢 她算是比较精明的那种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等一下 黑人哥他很厉害 一边讲一边 一边披手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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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今天这一集 因为有李瑶大师在 他特别爱人 哀了 真的 就为了 真的 那TERRY呢 他就 我觉得 我刚刚听了觉得 你听到不是都很妖艳吗 今天为什么 变这样走知性路线 现在走知性路线 因为因为都是李瑶大师 因为今天有大师在 所以我想就是改变一下形象 走比较知性一点的 我也是 我也是 刘美的高材生 没有 然后就是我在 我在职场上的时候也是曾经 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工作 所以犯过很大的错误 在美国工作 对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有一次我们有个产品 它是一个保养品 然后我们需要在实验室里面做测试实验 它是就是像乳液那样的东西 然后放在容器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就是 温度的那个承受力 结果不小心就是设定 超过多设定一个零 然后是一个礼拜的实验 就最后那个出来的时候 连瓶子都溶掉了 所以我就是严重的影响到 产品上市的时间 因为光那个礼拜 就影响到后面所有的东西 所以就被骂得很惨 然后他们也是讲说 因为我那时候在部门 是唯一一个亚洲人 他们就说 我以为中国人都很聪明 他怎么会这么笨 这么笨这么笨 然后就是很难过 所以后来我做事就非常小心 每一个美女都会找到 解决这种笨蛋问题的方法方式 他们自己会找到 真的 大师看过最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先变成美女 第二个说哭就哭 我陪我的前妻拍过片 导演说哭 他这个就哭 不需要不需要那个 饮药水都不需要的 说哭就哭 后来我就吓坏了 他发现所有的演艺人员 所有的演艺人员都不可以相信 因为他们的眼泪都太容易了 所以你觉得我们演艺人员是 比较没有真感情的这样吗 几乎如此 没心没肺没肺没肝 还好 我不是属于演艺人员 一试 一试 缺差一点 一试 一试你看 你让我以前是球员 我现在还是球员 你知道吗 我是球员 我真感情 所以大师认为细子无情 这个说法是有天理的了 不能怪细子 因为他那个职业太尖锐了 我记得以前邓玉坤 邓玉坤没跳楼以前 邓玉坤跟我讲 他说一个剧本写成功了 回到公司大家开香槟酒 这个剧本写失败了 进门都不能理他 就这个演艺这行 这个太尖锐了 那我可以问大师一个问题吗 因为我们知道大师是告接了那个翘楚嘛 就这样告人 那如果老板告老板骂我笨蛋 我可以告他吗 笨蛋 不构成告的理由 构成公然侮辱的一个理由 可是我们法官是笨蛋 他很难证明这一点 哦 吴呼 御文姆 haben大师 XV 黑人当场才穿 又给我讲的 我的目标现在76 另外10年86 再10年 96 再10年106 就跟蒋介石的老婆 蒋送了一点 我要活30 以awn的目标是1062 我觉得赞我们李大师之下表的精神 笨蛋 不构成告的理由 构成公然污辱的一个理由 可是我们法官是笨蛋 他很难证明这一点 我那么喜欢打官司 你们不要误会 我基本上都先调查别人的财产 调查被告的财产 调查清楚了才会告 为什么 他们没有钱你告诉他干什么 你要他赔钱 我刚刚立法委员告了214个 但是开玩笑的 每个人只要赔一块钱 基本上 打官司要赚钱 否则的话是笨蛋 那小儿子他们家 你有去调查过吗 我根本没让他赔钱 因为小孩子一吓他 他就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那次计划是成功的 吓他一下 是是 我是帮你好孩子打歌 因为我亲自示范 我把我的财产全部给了我太太 所以我现在我太太花钱很小心 因为他花了钱是他自己的钱 我就给他了 所以他花钱很小心 好聪明 我叫小儿子丈夫 小儿子丈夫不说 要把房子卖了 要帮小儿子打官司 跟我打官司吗 我说不要卖房子 你把房子过户给小儿子就好 所以他们不敢接受挑战了 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把我的财产 给我太太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比我的小女儿大60岁 我比我的儿子大58岁 比我太太大30岁 身体健康哦 因为年纪比他们大 落差很大 所以财产对我 反倒给他们比较安全 那大师师你应该好好教育一下高凌峰高大哥 真的 真的 高大哥最近的处境 李大师有略值得 可能现在高凌峰想挽救什么东西 可是现在把财产给出来 太晚了 太迟了 你认为如果是换做现在 您是高大哥的话 你该怎么处理 中国那句土话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让他去吧 哎呦哇 这当然不是娘 是小娘 小娘他嫁人 小娘 大师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 不要理他了 因为刚刚讲到你们被骂过笨蛋 对 但是你们现在有一些也是小组长 他们也是在小组管 你们有没有骂过 别人笨蛋的经验 有没有 当然有 哦 爱保养 你 你不是菜鸟吗 你怎么可以骂别人呢 菜鸟也是有熬出婆的时候啊 你这是干什么 他要让大师知道 妈他在讲话 好 你讲话 你可以一开始举手 在两人熬出婆的时候 我以为这代表什么婆吗 我反应比较吃顿 好好好 你反应可不可以同时进行 人家以为我们那种 很困难 那种类格还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好 爱保养 你骂 曾经骂过谁笨蛋 同事啊 但是我不会直接骂笨蛋 我会稍微有文化一点的骂 我说你是春天一条虫吗 春天一条虫 这是哪里 骂书 这个算有文化的骂法吗 那是两条虫 可以这样骂 可是做书名的话就太长了 春天一条虫 回去要研读一下李敖大师的书 莫莉我觉得你 你看起来很会骂人的样 很角色 没有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采购 他对于就是进货成本的概念很不清楚 那甚至到譬如说我就问他说 就是这是打几则 譬如说 我问他说好 如果说你今天去百货公司 买一件一百块的衣服 然后你用四十块买到 那我问你这样子你是拿到几则 哇 好像小学生在考数学 然后结果他答不出来 可能是因为当下他太紧张 那就是因为他越紧张 越讲不出话我就越生气 因为有时候会压起来 你知道吗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的生气 我就刚好看到旁边有个公读生 我就说来毛毛你来 我问你 如果你到百货公司买一百块的东西 然后你用四十块买到 这样子的话是几则 然后那个公读生就说 四则不假思所讲出来 然后我就马上转头去跟那个原来的采购 说你看连公读生还在念书都会 你会笨到这种程度吗 对 我就当下就这样子脱口而出 可是事后其实我很后悔 我非常后悔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没有骄傲 所以反而我自己是笨蛋 好有责任感哦 我觉得你这个骂人的时候 是大家会被你整体造型吓到 太有魄力了 因为他头发太厚了 头发是另外一位线 然后上卷子还要弄蛇蝎某女 是几则是我的话 你说几则就几则 我讲话就是就是论事 所以我讲话会比较严肃 所以你会自我反思 我后来会想说 可能是我自己没有骄傲 所以他才会这么 连这么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做好 李大师你有没有曾经骂过别人 回家很懊悔 说我干嘛骂这么凶 我太聪明了 我跟别人不来往 我基本上跟别人都不来往 所以没有机会骂别人笨蛋 哎那李大师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 没有人了解您的聪慧 没有人达到你这个层次 高速不胜 在这庄子所说的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我跟天地来往 真的做到啊 我在阳明山 我每个礼拜六天都住在阳明山 一个人住在个小房间里面 那就跟自己对话吗 那你会格物置之吗 你都不跟人往来了 跟别人不来往 听不到声音 可是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很苦闷呢 有时候听一点这个音乐 古典音乐 可是不小心的邻居的狗会叫 会配音 所以我都顾在音乐里面有狗叫 李大师 因为您现在已经76岁嘛 你会不会想要在之后的日子 改变一下生活形态 不能改 一改就死掉了 就从我们这边开始啊 你跟着我告诉 我的目标现在76 再过10年86 再10年96 再10年106 就跟蒋介石的老婆 蒋宋伟玲同岁 我还要活30年 你的目标是106岁 我觉得像我们李大师 现在的精气神是一定做得到 你是狗腿吗 还没血吗 这我现在的精气神一定做得到 没有 可是我要给李大师一点建议 他说您都不跟人交往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找笨蛋来骂 你的精气神呢 就没有办法继续出差 我坐牢的时候也跟别人不来往 一个人坐牢 一面白墙 我可以写个歌叫做忘了我是谁 就我写的 这首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看你的眼 我看你的眉 看的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他的歌声大师评价一套 怎么样他老师的歌声可以吧 他的英文比你唱歌好啊 哎 不过这边在座都是七年级以下吗 有七年级生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李大师写的吗 我知道 在牢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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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那时候坐牢是很辛苦的 当然一个人坐啊 坐牢不辛苦 现在 现在 真的有差 我心里也比较好 对因为现在 真的是有差 因为我常常有去关怀那个受刑人 受刑人 你坐牢 你坐牢 对我 我已经回了 确实有分过了 你讲清楚 那时候是真的是辛苦 真的真的对了 真的辛苦的原因 睡在地板上面 然后夜里啊 都出来了 蟑螂老鼠啊 最可怕的蜈蚣啊 蜈蚣啊 有毒的那种 脚很多的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关系 然后导致你现在在出来社会以后 都是一个人生活 性格孤僻 看人看不起 喜欢骂人笨蛋 都是跟坐牢有关 真的哦 我们改天约你去喝泡沫红渣 你OK吗 我不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们让你说 看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啊 其实我看到了 我这么聪明 这么精 没有 李大师 我们让你real life 去夜店 你们太笨了 你们觉得一定要有这个经验 才了解这个事实错的 你不可能爬到 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 来看七藏高原 因为你爬不动 你不可能到太空人 在月球上面来看地球 因为你没有这个机会 一切靠经验 来做基础 是错误的 都利用别人的经验 好感动 感动在哪里 你这个学老师说 106岁 马屁嘛 这什么感动 我眼泪快掉下来了 那小辈 因为你 他也是流美的 然后我觉得你骂人的时候 应该也是蛮呛的 我有骂过老板 能骂老板的人 基本上都是上过船的人 没有死心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说 我的方法就是 比你的方法来得好呢 就是 你的方法 小辈 你的方法不好 我告诉你 不好 对部笨蛋老板李敖 请郎赞收 失君之路 单君之忧 老板说的话 为人称职 一切都是 对的老板 要什么都好老板 要狗屎吗 狗屎老板 应该一切都是要这样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老板开心 老板最幸福就很开心 他是觉得在职场上这种 狗屁行为是对的吗 有效吗 要看有没有效 如果我是女的 我会跟老板说 要上床吗 对啊 要上床 简单啊 你的问题啊 女的长得不是什么样的 那不要讲这种话 当然是万一碰到 真的笨的老板 那已经危及到公司的营运状况 该讲面对可以 那你们救了嘛 你的领导人是一个马云酒那样的人 救自己的所有 不想救 因为我骂过老板 骂老板哦 不是 是因为我做事情喜欢简单化 像说 OK A B C好了 我可以就是把B省略的话 我就会尽量去省略它 所以我做事情可能就有A到C 那老板他有一次就要改 改那个做事的方法 他就说你一定要从A到B到C 再给我加个D 然后因为他没有直接跟我讲 他叫我同事来跟我讲 然后我就听了 我就说为什么 我们明明就是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我就 对啊 当下我就很生气 然后一直骂说 为什么要做事用这么笨的方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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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骂了一堆 然后后来是老板应该有听到 我跟他的对话 然后后来就是私下就打内线给我 我就说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照你的方法去做 你们谁敢骂老板的 这边 几乎是没有 那个也敢 就是自己一个人不敢骂 就是会 就像说 我今天有事要骂老板的话 那我们私底下就说 哎 紫琪我们等一下开会的时候 如果你不敢先开枪 那我先开枪嘛 可是你一定要补枪 有人帮枪吗 就一定要先讲好啊 旁边人说 你这样骂老板 真是我的 肤浅的致命 帮枪 你看看老板 你看看他吃的是这种杂碎 你看 我们问一下李大师 像这些上班族的小朋友 他们这样子去骂老板 您觉得是妥当的行为吗 当然不妥当 不妥当 可是你连总统都骂了 因为总统不是我老板 对 可是如果我的老板 我可以告诉你 大导演李汉翔告诉我的 开玩导演的时候 不要跟你的女明星上床 上床以后啊 这个女明星就会骂你 他不听话了 他不听话了 你这个戏就倒不好了 哦 这是他的原则 不跟女明星上床的 所以就是主管的威严 是要维持在那 不能被挑战的 所以 能骂老板的人 基本上都是上过床的人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说 我的方法就是 比你的方法来得好呢 就是 你的方法 小贝你的方法不好 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 人间很多事情 就有一个笨的方法 在里面 看起来没有用的 可是如果他不用的话 我们就得很奇怪 两个人见面啊 我们说早 早 天气好天气好 吃过饭没有吃过饭了 都是废话 对吧 可是如果两人见面 这三种情况都不出现 两个人瞪着眼睛过去 就发现两个人之间有问题 所以废话的原因 所以你们老板里面那些城市啊 一定有个城市 是有原因的 后来你是用什么方法 跟他证明 就是 因为我觉得说 他多了那个step 对我来说是多余的 所以他后来自己想想 可能是觉得说 好像也是多余的 就没有用 我那几个例子 告诉你 以前我们的驻美大使 叫做郭威军 他在哥伦比亚念 国际政治的时候 有一门课 必修课 矿物学 要学矿物学 他们就跟教育长抗议 我们是 学国际政治的人 为什么要学矿物学 比你还必修课 教育长告诉他们说 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 你会 人生会碰到一个东西 完全不喜欢它 也不认识它 也没有必要 可是你必须把它克服 说老板的城市里面 可能有一个就是啊 克服笨蛋的恐惧 所以我还是说服他了 所以我还是应该 他现在在骂你了 你可以做老板 他老板应该做回去的 对啊 因为在生活当中 尤其在上班的时候 常常不免 会碰到可能你觉得是笨蛋的人 那你怎么跟他共处 把它写下来 来 茉莉先看一下好了 就是我觉得 所谓真正的笨蛋 他们在工作场合上面 比较适合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事情 那我这时候就会把它放到另一个坑 因为真正笨蛋 后来我会发现说 笨蛋就是你骂他 他也不见得听得懂 听得懂了 又不见得会去做 做了又不见得做得好 太累了 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到另一个坑 那我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说 我后来细细的看他的当初写的那个履历表 我想说他一定有某方面的专才或常才 你反思到这种程度 打他履历表掉回来 对 只是我把它放错位置 现在这个位置 后来我发现说 他是幼保系的 我惊为天人 我想说 那我就把它放到教学这一块 让他去跟小朋友玩 后来发现说 他跟小朋友相处这一块非常好 对 所以就是他 呃 我就让他到了另一个坑去了 笨蛋基本上没有救的 没有 没方法 你就买一本书送给他就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冲肥也是哦 爱的教育吗 对啊 我觉得是爱的教育 我觉得是 从他错的地方 先 简单的跟他讲一下 出自一种 同理心 你知道吗 对 对笨蛋的同理心 因为有些人其实骂他 他会越来越紧张 原本他做得好的 对 或许也是我自己笨 所以我觉得要同理心 对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 慢慢的同理心 然后觉得他会紧张 然后叫他做事做不好 你越骂他他就越做不好 所以我觉得从赞美开始 慢慢的去导正他这样子 李大师觉得赞美好 还是直接骂他 他的方法是正确的 就先跟他一样 先跟他是笨蛋 感觉他 你跟他一样笨 然后呢 用他的思维去跟他接近 这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方法 哦 他们一个酒席里面 有人向他报告 说我们的餐具啊 刀叉都是一套的 有一个外国大使 偷走了一个条羹 偷走了 怎么办 也不能塑造身体 当时那么多大天广众 对 所以秋秋怎么办 他也拿了一个条羹 藏在这里 走到他身边 走到这个大使方身边 跟他说 你是不是偷了一个条羹 偷了一个汤匙 你看 我也偷了一个 哇 我们两人一起 把它还回去 一起还 这个真的是厉害哦 这超数 所以那个人很自然的 也没有酒嘛 就还出来 刚刚我们宋斐讲的 其实 含义是一样的 我觉得大使人懂我 就是 散 如果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就像 那样子 闪 闪字 闪 闪 闪字 因为就像大使讲 有时候真的笨蛋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交叉 而且就像 我觉得有时候 在职场上工作 就跟当兵很像 当兵里面总是 会有很多那种笨蛋 Sony 给大使举一手看 他是医生了 那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 因为医疗 可能不能开玩笑 做错一件事情 可能跟生命就有关 就我们那个手术房 那个把关很 很严格嘛 可是我们有一个那个 徐左就是很 他很夸张 就是他已经做12年 可是他老是就是 比如说那个门 我们应该说 12点到1点半的时间 你不可以让人家进来 可是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 就像李大师你的夫人 他可能要进来 帮你送个什么 很重要文件 然后他就这样子的门说 就意思是说 这个时间你不可以进来 然后他就把你的夫人 挡在门口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 可是像李大师的那个太太 你这么重要的人 你就要让他进来 他永远搞不清楚 这个状况 然后就有时候 就把我们惹到就是很生气 然后我们也不会 直接骂他笨蛋 我们就会说 你真的有一颗很特别的脑袋 可是这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分不清楚VIP或VVIP 对就是很特别 然后我就是跟他说 你真的有一颗很特别的脑袋 然后你这个人 也真的非常特别 可是我觉得李大师 现在出的这本书 我也觉得很好 因为他有时候 把我们惹到很火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这本书送给他 他还是默默就抓在那里 然后看着那本书就好 我们不要看他就不会火了 你知道吗 真的 他已经很久 问题是你送了他来以后 他东张西娃 那原因不论是别人不理他 这个有我 他有时候被骂还不知道 对 没错 没错 因为像Sony讲 就我们常说 我们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所谓笨蛋就常说 是脑袋是浆糊 还是 就是那个硬硬的 他不懂得变通 所以职场上常碰到这种事 那现在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笨蛋 我们也不要用同情心了 我们用这个 把他骂醒了 用把他骂到醒 然后看他会不会有机会改变 小辈 你是喜欢骂醒别人的人吗 我会跟你讲一次 然后就是第一次我会跟你讲说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然后完整的带过你一次 你第一次 OK 我想说那我已经教过你 你应该懂了吧 然后如果你第二次还犯同样的错的话 我就会开始骂 就想说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怎么还做不好 然后第三 然后再到第三次 还是犯同样的错 我会也不骂了 就是很失望 那通常人家就是觉得说 你就是已经那么 就是因为我做错事情 让你那么失望 他就会真的 用心的去学习 你对待朋友也是这样吗 真的假的 对啊 我以前当 军中的排长的时候 预备军中的排长 有一个阿兵哥 你才看到什么是笨蛋 方向的时候 一个眼睛睁开 一个眼睛瞄准嘛 一个眼睛睁开 一个眼睛闭起来瞄准 他做不到 要睁 两个眼睛全睁 要闭全闭 他有障碍啊 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做不到 是有障碍吗 不是怎么办啊 讲讲不通 骂也没用嘛 摆个沙龙巴斯 贴在脸上 贴住 他就睁一只眼睛 他妈是给了那个班长 班长还踢他一脚 懂不懂 他懂了 懂了 懂你妈妈偷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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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问题 只要解决问题 对笨蛋不能够劝导 要给他解决 对 那现在讲一下就是有 跟老板之间啊 就觉得嫌老板笨的 有没有曾经想骂但不敢骂的 类似经验 实军之路 单军之忧 老板说的话 为人称子 一切都是 对的老板 你要什么 都好老板 要狗屎吗 狗屎老板 所以应该一切都是要这样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老板开心 老板开心 我们就开心 他就觉得在职场上这种狗屁行为是对的吗 有笑吗 要看有没有笑 如果我是女的 我会跟老板说 要上床吗 就这样 不要跟老板说 这么直接 简单啊 解决问题啊 女的长得不是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 那不要讲这种话 但当然是 万一碰到真正笨的老板 他已经危急到公司的营运状况的话 该怎么面对 有没有方法 那你没救了嘛 你的领导人是一个马云九那样的人 结果这些都要 想要 前团Cd发问 李大师巧妙回应 李大师觉得明年年初 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中 谁是最大的大笨蛋 呃 是两位还是三位呢 您觉得有机会 如果有本笨蛋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单纪 这是副总的 你喜欢吃 万一碰到真正笨的老板 那已经危及到公司的营运状况的话 该怎么面对 有没有方法教他们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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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救了嘛 你的领导人是一个马云九那样的人 就 这就是什么 闪掉了 我说不选他嘛 就没办法嘛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看过李大师说 台湾的选民全部都是笨蛋 太笨了 所以老是不会选出正确的领导人 你这样话一出去呢 就骂了全台湾的民众 你不怕影响到您输的销量吗 我会怕影响到我的选票 没有 怕影响到销量 因为我呢 我跟你讲个笑话 我这次要选文山区做立法委员 为什么呢 就要打倒赖世宝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是要打倒 文山区的著名 马云九 是马云九的老巢 哦 你是有战略想要 所以才能 其倒方龙 打马云九 那万一选输了怎么办 你听我讲 不是万一选输 一定选输啊 赖世宝得胖 我问李清源 我说 你评估看 下一次我问他李清源 李清源说赖世宝得十四万票 我说我呢 我呢 他说你可以得一万票 得一万票 嗯 后来 吴雨昕告诉我 说李清源估计的不对 他说李大哥我告诉你 你可以得两万票 他得十四万票 赖世宝 我得两万票 我是他的七分之一 我敢去选 你就知道我多了不起了 哦 胜任的 志气不可而不止 所以 大家这是要尊敬他的guts 对 了不起了 明明打不赢的仗 你还是要去挑战 有没有有种精神敢去打 嗯 这是了不起的 可是这样会浪费钱吗 那我们什么钱呢 我选立法委员 他有的事情 还有钱呢 很多一块钱 我上次选立法委员 只花了二十五万 二十万给这个政府 他要 要登机费二十万 另外五万块钱 就选 当选了 哇 举办了一次演讲会 就当选了 哇 好厉害啊 天哪 真的 我从来没有什么 流水溪 没有竞篇同步 插车 没有汽车 也不帮人家小孩子 也不帮人家狗 你觉得那些对你选跳 没什么方法 你就也不想 那是落伍的方法 像小孩 对 我们知道像大师之前 是从来不坐飞机的 所以您说您最爱台湾嘛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 但我们知道 后来你也破例到了北大 北京去演讲了 也接触了大陆的年轻人 你看看大陆的年轻人 跟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有没有一些些 差别的地方 大陆年轻人 比较 坏 台湾的年轻人 比较 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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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所谓的坏要解释一下 不然有些人会问 坏就是平常跟你好好的 一翻脸 他就是共产党 平常与长人无异 吃饭聊天都很好 所以一有厉害冲突 他就是共产党 所以大师要让你小孩去打席坏人 你小孩不是在大陆读书的 像坏人学习 像坏人学习 这样也会有点矛盾 像坏人学习 那你怕不怕你小孩从内地回来 不会 我的意思是要学习 台湾年轻人太软弱了 有问题要解决的 比如说我怕坐飞机 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决的呢 就上了飞机以后呢 我再锁定一个空姐 哪个最漂亮 然后呢 飞机一有变化我就抱着她 跟美女同归于尽 那后来有人问我 飞机这样摇动 你是抱她还来得及吗 我说抱她还来得及 就脱衣服来不及 我上次看到就是 李奥大师旋风 就到北京啊 然后所有的学生 是把她当英雄在欢迎 那同时在台湾 当然也有机会 跟年轻朋友面对面 那我发觉一个事情 就他们很踊跃举手发言啊 想要赶快去问李大师事情 今天有一个机会 让你们踊跃举手发言一下 有机会吗 他们可以问一些问题 你时间够吗 你给我的突兴来免费够吗 我们尽量在最后几分钟内 赶快 好 来赶快举手 有什么问题赶快啊 机会难得 莫莉直接了 好我想要请问李大师就是 呃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儿子 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是很 就是你很宝贝他 那你有提过说 你疼爱小孩子的方式 其实有时候就是 偷偷塞钱给他 或者是直接汇给他 对 然后我在 你这本书里面前面有 30张的照片嘛 其中就有3张是你 或者是你儿子的照片 对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因为你的儿子现在也即将 呃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进入职场 让人家说职场很险恶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呃他进入职场之后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比如说如果真的遇到笨老板 或者是笨同事 你会怎么建议他 中国一句老话 人生哲学叫 和光同城 就是你要笨 我跟你一样笨 千万不要单独聪明 单独聪明就是我的下场 做老都要做两次 嗯 不太好的 嗯 好谢谢 我们下一位宋飞 我想问李大师一个问题 李大师觉得明年年初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中 谁是最大的大笨蛋 还有还有还有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李大师一直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相信李大师这辈子的情况 一定也有是笨蛋的时候 或者是笨蛋的一些事情 我想就是李大师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 让我们有一个借鉴 不要也是有这样笨蛋的经验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问题 目前为止有几个候选人都还没确定啊 呃 是两位还是三位呢 您觉得有机会 如果有人笨蛋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单数 就是复数 并且一个人进男厕所 另外一个人上女厕所 这两个是笨蛋 那目前确定的候选人就两位嘛 那我们今次要答应了 笨蛋有两位 笨蛋两位 一男一女 那万一不小心真的有三位出现的话怎么办 我们欢迎几三位把票投给他 哦 天使来拉罩 你得帮他联署 那他联署啊 你觉得联署会过吗 这样 你就知道联署证明台湾不是民主的 在84年 1995年 第二届的立法委员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你要选总统 要有25万人联署 还要交1600万的费用 大家知道联署这么困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卡住你 不让你不让你来跟我们来选举 像美国的民主他就可以 你要选就选 没有这种这种门槛 台湾有这种门槛 这门槛证明什么 证明民主是假的 因为民主重要的就是不记名投票 我投我投你票 你不晓得我是谁 哦 可是联署的时候呢 有25万人身份重要贴上去赢本 姓名曝光了 台湾的民主是假的 那刚还有后面一个问题 就是 他说这一辈子都聪明决定 对 有没有做过笨蛋的事 你自己承认做过笨蛋的事 做过 我坐牢出来以后呢 很久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了 出来以后呢 就认识一个电影明星 跟她结婚了 我认为那一次是瑟琳之婚 人生做了一次错事 那有什么好处 美女耶 对啊 可能代价很大 你说出了什么代价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吗 你天不怕地不怕啊 可是被被女人做弄是很很不愉快的经验 不愉快的经验 你有那段日子 对 我知道李奥大师喜欢纤细高瘦的美女 我们这边哪一位会符合您的品位 对 这就是我聪明的地方 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公布答案呢 爱保养你来问一个 李奥大师曾经说过 聪明的女人一旦陷入爱情 就会变成笨蛋 那我想请问李奥大师啊 为什么女人啊 一碰到爱情 她会变得这么不睿智 他会跟你说 拿我的朋友默奥卫举例好了 默奥卫多么了不起啊 现在他追求24年前的爱情 初恋的 24年前17岁的时候 那初恋的男人 他要重新结婚 所以我说他用过去来追求未来 很了不起 用过去来追求未来 可是 我们能看好吗 就不是唱出来别人 不是的 这个太冒险了 太冒险了 可是以他现在这个年纪 他再不追求的话 也许我们说 青春是女人最重要的资产 问题 默奥卫现在41岁 他得追求他17岁的梦 我觉得 好吗 那你身为好朋友 你会直接给他建议吗 可是我是聪明人 我不会讲 这好朋友千万不要讲 他不要听的话 那你就上网跟他 也不要跟好朋友跟他讲 也不要跟好朋友跟他讲 他没有主动告诉你 因为今天很难得跟李大师 不要这样面对面 你笨蛋 你笨蛋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这本书 谢谢李大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小伙众们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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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